花蓮市盐平王庙管理委员会 日前特别捐赠六万块钱 要指定作为花蓮市公所慈爱基金 表彰盐平郡王慈悲继续精神 而市长威家彦除了亲自颁证感谢状 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响应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盐平王庙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艺人 总干事吕敬平以及监察委员管理委员等一行人 在日前特别拜访花蓮市公所 共同捐赠出六万元善款要做爱心 而市长威家彦除了代表接受并执政感谢状 也肯定盐平王庙及信中大德 常年来暖心爱花蓮的善行 我们主任委员是我们的里长吴仪人主任委员 那在每一年度都会捐赠我们慈爱基金 跟有很多的不管是礼券或是现金 只要我们需要 那其实庙方都会愿意的来支持花蓮市公所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李政伟主席陪同 那也希望说为了有很多的团体 如果要捐赠 我想我们社劳客这边都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接洽 花蓮市慈爱基金通常用于照顾生活现困 但碍于法规无法申请相关救济的边缘户 市长威家彦表示 公所将发挥人机几机 人腻几腻的精神来妥善运用 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响应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道